有的人修行弘法度人是因为自己有愿力 但有的人看上去没什么愿力 似乎是靠着缘分在不断的迫使他弘法度众 请问是否后者看似没有愿力 但实际上都是过去生中的愿力所为 对啊 表面上看起来没有什么 好像是这辈子的事情 实际上跟他上辈子都有关系的 你说一个小孩子生下来就有个性 跟他上辈子会没关系吗 嗯 好了 感谢师父